前方就是赵本山在北京的演出会场 刘老根大舞台 坐落在北京前门绝佳位置 这一条是叫前门东路 往前走大概800米 就是天安门广场 目前这个地段可谓是寸赌寸金 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下会场的一个规模 前方就是刘老根的文化广场 赵本山提写的 上面有一座老兽星的根雕 笑看人生 整个的刘老根大舞台 它是分为两部分 演出会场和老根山庄 老根山庄里面是吃饭的 皇谷建筑 大门看起来十分的气派 侧面也是挂了一大排大红灯笼 充满了喜庆的氛围 不得不说里面的面积真的是很大 里面也有很多东北的特色菜 例如酱大谷 东北水饺 炖大鱼 小鸡炖魔谷 看起来十分的诱人 里面的布置也是很气派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点 只有工作人员在忙碌 在2009年5月2日的晚上 位于前门的刘老根大舞台 正式落户北京 当时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 像张艺谋 陈龙 冯小刚 郭德刚 等众多明星大腕都到场到贺 赵本山当时非常的激动 刘老根大舞台进入到北京 他说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全国一共是有十家刘老根大舞台 北京这一家应该是票价最贵的 门票价格从380到980不等 位置不同 价位不同 二楼还有包厢 从3500到7000多几种价位 当亲眼看到这个票价呢 当时感觉还是有点贵 每天呢 只有一场演出啊 演出时间呢 从晚上的8点到10点 当你走过天安门 逛完故宫 晚上不知道该去哪里的时候 可以到北京前门 刘老根大舞台 来感受一下 东北二人传的魅力 让你放松心情 开怀大笑 这个刘老根大舞台呢 我来过好几次 白天的时候啊 人比较吵 一般呢 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啊 人流量呢 会达到一个高峰 提起赵本山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曾经的刘老根 马大帅 乡村爱情呢 都是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啊 受到观众的一个喜爱 并且每一年的春晚呢 观众最期待的节目呢 就是赵本山的小品呢 赵本山当时呢 也戏称为自己为炮影子 因为以前春晚呢 都是用赵本山的小品呢 作为压轴节目 可见赵本山在当时的影响力呢 是有多么的大 可以说啊 没有赵本山呢 就没有如今的刘老根大舞台 视频到这呢 就结束了 问大家一句啊 大家觉得票价贵吗 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感谢观看